我和离姿不和 不是误解吧这个 不是误解吧这个 怎么回事 这个解释解释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拍《金之欲孽》 那你就是说 你是天下家最可怜的人 是不是 就算我再可怜 都没关系 我们已经输了 你还想怎么办 你输了 那我又得到什么 那年她是拿了最佳女主角 然后很多报道都说 我就跟她不好了 然后就不和了 是这样 那你跟她本来是朋友吗 朋友 但那个时候 因为每天都要拍戏 哪有时间出去玩 吃饭 没有的 你能听出来吗 是朋友的朋友 没有 那个时候 因为天天拍戏 对白很多 也没有必要去解释 所以就一直都以为是不和 对 不是跟离子不和 是跟所有人都不和 尤其是你 如果当时就有微博的话 你看到这样的新闻 会不会想发一条微博 跟大家解释一下 也不会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人 但我们自己知道没事的嘛 所以我们也都是很低调的人 我们就不解释了 结果去年我们出来吃饭 然后我们就拍了个照 发微博了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十七年后 哇 不和了十七年 终于 以为 终于好了 以为 刚刚宋贤哥一直在扮演 那个部分网友 他一直在说 他们十七年后 终于冰释前线 就一直在把解说 所以就是 没有了 也是一个没法解释的误解 所以也借着这个 社交率那么高的一个节目 来 非常好 诚心一下 我们是好朋友 那我们也很喜欢看 TVB的影视剧嘛 我们也很关注你们的台庆 这些活动 就是真的会有同台竞技之间 想要跟谁比较一下吗 有啊 有 当然有啊 在自己的心里面而已啊 不会演出来吗 那不会 好 红姐点一个 您觉得下一个交给谁 我啊 我在看你 哎呀 我说我分享这个 真的是太难分享 因为我一般受到什么误解 七点钟误解我 七点十分 我在网上已经说完了 就解释清楚了 但是我最近 一大段时间 有很多观众呢 就会觉得 我录有些节目比较委屈 比如说有的时候 大家办很多很好帅气的造型 或者怎么样 我永远分到一个最丑的角色 当然其实是我本身底子就是那样子 还有一方面 是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演那些 很怪里怪气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那些角色很奇怪 反而我演他的话 更能让那个角色更好玩 不是他们就是挑剩下给我 是我自己挑的 希望大家看我所有节目的时候 都是怀着高兴的心来看 而不要特别心疼我 没必要 因为我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 所以就希望看我节目都高兴 你今天演的这个就是帅气的角色 对啊 今天 今天给我是太帅了 我还有点不高兴呢 对啊 我想演这个 我那个厉害了 很厉害 我那个误会了到今时今天 在网络上还流传的 还在说 对 就是说呢 就是有一个有钱的跟我谈恋爱 就是我连巨大的财富都放弃了 而且她把整个 我跟我太太的这个故事 她混在其中一起说 真的就是我认识我太太 以前她在TVB的时候 曾经真的出了车祸 那误解就是她把整个故事融合 当时我有一个 哇 那么有钱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我为了 照顾太太 照顾太太 她撞车了 我为了照顾她一辈子 我拒绝了 这个巨大的财富 还要跟我太太 上用一生 好感动 很感动 所以这个我懒得解释了 就那么美好的男人 这个误解故事对你是加分的 大概看完以后觉得你人好好 对对对 我太太就说 你有那么好吗 真的吗 有这个人去见过吗 美丽的误会就没有再去解释她 对对 故事要解释了 因为整个故事是写得很美好的 从我出道到现在吧 就是我听过比较离谱的 就是说我是我爸带着我 带资金组 后来呢引申到资源卡这三个字 资源卡 对然后后来又说我什么亲戚 呃是上面制片人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家庭就是爸妈妈 都是普通的工人 是他爸跟他妈都是普通的工人 对 跟我一样是个美美丽的物件 美好的 下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英子的故事 就是之前 就介绍的时候 我说是仙女落地 如果你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词 你不用什么呀 仙女落地 就是它是两个词 不是连在一起的 是要把它划分开 仙女可能就是大家固有的印象 我经常演一些 比如说仙女啦 然后比较美的一些角色 大家也会认为你可能 哎生活中你也是这样一个 鲜鲜的美美的形象 但实际上落地呢 是指着我个人的性格 比较接地气 然后大条 有点女神经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想不了呀 就是我剧中和我生活中 其实是有反差的 当时那天特别紧张 我就说了仙女落地这个词 就导致大家先入为主的误会 她跟我都是山东的女孩 完了我可能之前也是有看的一些节目 会觉得英子相处下来跟我之前想象 或者听说完全真的是完全不 就是非常典型的山东的很耿直的那种姑娘 我们给你加加油英子 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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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们问一下洪姐 其实我真的有一个想解释的问题 对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很 就是很很霸道 霸道 在这个节目其实前面都有骂我很多那种 霸道 很霸道啊 朋友啊经理人呢有时候 你为什么要分这个 镜头啊分那个 抛心大家 对我说无所谓了真的 如果我观众不喜欢看我 我分给谁都没有用 对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曾经也受过人家做访问 那记者啊你走开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站在那 哎哎谁谁谁一起一起一起 不是不是很大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样会让他们都很舒服 因为我受过在后面 没人叫我进来 我知道那种难受 只是我真的有时候话太多了 没有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 他都是为你好才说 他如果不是为你好他就不管你了 我不说话的我是不说话的 其实这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句话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会为别人撑伞 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喜欢我 可是也有一些比较年龄大一点的 就不太喜欢 就觉得我好像是很尊衡啊很霸道啊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能掏出来的东西 我都掏出来 我要告诉我自己 从来不要做后悔的事情 所以每做事情我都想得很清楚 虽然我可能会得罪你的话 还是你不喜欢的话 还是观众不喜欢会骂我 可是我觉得无所谓 我对着做我自己 谢谢 谢谢洪姐的分享 很坦诚的分享哦 嗯 沈月 我真的特别感谢洪姐每一次 对我说的话 然后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节目里面 录到这一次 我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自在了 然后洪姐当时在后台也是过来安慰我 但是我我看我网上的图片说我还在巴拉洪姐 什么 走开走开 走开了你 走开了嘞 但是那个我都不知道自己在 他已经很慌乱了 嗯 对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干嘛 反正 没事没事没事 我没有我没有埋怨你们 真的我没有埋怨你们 说实在的 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很好的 呃第一 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然后第二呢 真的有很好的外形 演员是很重要的 这是天给的 然后好好走自己最好的路 好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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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路 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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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沙